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5月13日 分享的人物是基殿 意思是堪伐之人 伟大的战士 基殿是最重要的事师之一 亦是以色列向米丁增战的领袖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 在国家危机时期 上帝呼召了基殿 他期待使得那些是长期威胁以色列的仇敌 上帝派了一位天使 他彰显了这个呼召的重要性 但即使是这样 基殿却没有当下是被说服 认为他能够升任上帝托付的人物 所以他就要求上帝提供了一个记号 去确认上帝将这件事是托付给他 但即使他收到这些记号 他仍然是无法确定 他并且要求第二个记号 只有在亲眼看见了这些记号之后 基殿就准备上战场了 当然在他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 他就想招募一支实力最强的军队 但是上帝有不同的计划 他说服基殿 以色列的成功不是取决于人的勇气和精心的准备 纵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但上帝的力量才是这一场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当中 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上帝说 跟随你的人过多了 在士司记七章二节 基殿解散了多达二万二千名的士兵之后 上帝又告诉他 他的军队仍然是太大了 最后只剩下一群不超过三百人的队 在记载士记七章八节 以色列是以这一支精灵的部队战胜了米甸人和他的敌人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士司记八章二十八节 有上帝在我们身边 我们永远是可以有胜利的保证的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当我思想基殿古武人心的故事的时候 我意识到我过分依赖自己的努力 忘记了一切取决于你的作为 听我祷告 奉主名求 阿门 内文分享到这里 我们可以延伸阅读士司记六字八章 欢迎明天再收听 拜拜